要有美妙的聲線 當然要好好訓練 以後在舞台上就可以好好發揮 這次直擊的亞洲大學堂 就繼續請來 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洪朝鋒 這次不僅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更加全受聲樂 將藝人原本抵止洪厚的聲線 作進一步的提升 因為暫時我還沒教你們 如何把我的假聲唱得實正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天然的假聲是比較虛 而且你提得非常好 他唱高音的時候 口感是不夠開闊的 有很多朋友都以為 洪朝鋒只是電台節目主持人 其實他關於聲樂的學歷 已經有35年了 難怪有他的指導 我們的藝人功力爆聲 好,唱不上那些可以不上 但能夠唱的就繼續開 去 繼續,很厲害 若果想知道多點紅朝風親傳的技巧 就要留意星期六晚10點半的 亞洲大俠堂 好